大家好,我是羊九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电影小森林里面出现的糖煮栗子 需要准备的原料很简单 有板栗,白砂糖,小苏打和一种你喜欢的酒类 我这里准备的是狼母酒 首先把栗子的外壳削掉 新鲜的栗子的壳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硬 而且很薄,用小饼的水果刀很容易就削掉了 削栗子壳的时候尽量不要削到里面的栗子皮 因为待会板栗要煮很长的时间 如果没有栗子皮的包裹,板栗会很容易煮散 如果觉得自己削壳很麻烦的话 可以直接买别人去好壳的板栗 只要注意挑选栗子皮比较完整的就可以了 把栗子倒进锅里面,加入小苏打和清水放置一夜 这样做是为了去除栗子皮的色味 第二天直接放上炉子,开小火煮半个小时 锅里的水会煮成黑紫色 把水倒出来 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栗子 把栗子倒回锅里,重新加水 小火煮半个小时 煮好之后,再把水倒出来 再把栗子倒回锅里 重新加水,小火再煮半个小时 煮好的栗子捞出来 放到清水里 把栗子上的绒毛和凸起的经络都撕掉 撕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栗子皮撕掉了 把栗子倒进锅里面,顺便称一下重量 一会儿白糖的用量就是现在栗子重量的60% 加入清水,水至少要没过栗子 加入白糖,我这边加了260克白糖 看起来好像加了挺多糖的 但是要保存好几个月 如果糖放的太少的话就很容易变质 而且做好了之后 吃起来也并没有很甜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减少糖量 开小火煮一个小时 煮到最后清水都会化成糖液 而且不断的冒糖泡泡 这时候就加入你喜欢的酒调味 我还额外加了一小勺香草精增加香味 电影里面还有加酱油的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发挥 煮好的栗子连同糖液装进干净的玻璃瓶 要注意糖液要覆盖过栗子 然后密封保存就可以了 加了朗姆酒和香草精的糖煮栗子 风味非常的独特 而且不是死甜死甜的那种 吃起来软软粉粉的 电影里面说要放两到三个月之后 糖液变得黏乎乎的 栗子吃起来会像糯米果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我的微博和微信 感谢观看下期见